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在佩戴假牙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六件事情 毕竟错误的佩戴假牙会引发意想不到的麻烦 首先假牙为外来毕物 因此大部分老人在佩戴假牙初期会有恶心 反胃或者唾液增多等不适症状 但是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老人应该学着适应假牙的存在 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的使用假牙 尤其不要强行的摘除假牙 其次 佩戴假牙的早期可能会损伤口腔粘膜 并有口腔溃疡的问题 此时应该及时的去医院口腔科检查 并在医生的帮助下进行调整和修改 再者 刚开始佩戴假牙时要慢慢的实验假牙的存在 同时饮食上要选择软烂易消化的食物 待自己完全适用假牙后再逐渐进食一些需要咀嚼的食物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应该及时摘除假牙 并浸泡在清水或者专业溶液中 不能随意的将假牙暴露在空气中 另外 需要注意酒精或者开水会使假牙变形或加速材料的老化 接着 佩戴假牙后也不能忽略假牙的清洁工作 特别是饭前饭后都要及时用假牙专用清洁液清洗假牙 最后 佩戴假牙期间要密切关注口腔健康问题 一旦有不适就要尽快向口腔医生寻求帮助 另外 最好每个半年或者一年就到医院口腔空复查一次 好了 朋友们 感谢关注 这就是常识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